一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努力的藏姑娘 现在呢,我是在泡一下那个脚 这一期呢,来给大家拍一个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好比来和大家诉苦 来谈谈我的人生路 不知道你们听了我的故事 还会不会愿意和我交朋友 愿不愿意和我沟通 给我一记鼓励的加油了 这件事就要从小的时候说起 从我妈妈说起 我妈妈呢就是我前面已经拍过视频了 她就是出走管站走路的 没有管站的话就走不了 她的双脚就是变形了的 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大概那个时候已经读二年级了 七八岁那个样子 我的脚就已经变形了 就变形成和我妈妈相似的那样了 那个时候后面的话就走路 就非常的费劲 我的手的话就是前面也是好好的 我也不太不太记得 我的手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形 那个筋牌开始收缩就变形这样的 他们都说小的时候就是脚也是好的嘛 就是六岁之前的话那个脚就是好的 手我记不清楚了 直到后面去做了那个脚症手术嘛 十多年前的时候做了那个脚症手术 我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的话在鱼血上是叫那个马蹄竹 但是他的那个原因却很複杂 但是他的那个原因却很複杂 在鱼血上面也是解释不清楚的 就是从前面两年嘛 前面两年的话发现我的小孩子也是这样 我小孩的话从出生到三岁之前的话都是尖尖刚刚的 但是到后面的话那个脚就开始筋脉收缩 筋脉收缩的话 那个走路的话就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才意识到和我的小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我小时候的变化情况我父母没有去在意 去年的话呢是大孩子去做了那个也是做了那个手术 这个手术呢现在做的这个手术只能防止它变形 医生说只能防止它变形 但是筋脉收缩那些的话真的控制不了 医生告诉我们说 这个情况的话也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他说发展的话可能会比我们严重 也可能会比我们轻微但是随得我发去预料 后面的话也是我也是收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去查阅了很多这些知识点 才知道这个是属于颈形的遗传基因 就是检测的时候就是怀孕的时候也检测不出来的 在两代里面到小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他发病例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像我和妈妈我自己的还有我儿子的那个脚下面的话 就是那个小腿的话是很细的 就是一点都没有那个肉 就是人家说的没有那个腿 腿里面没有 没有小腿 他那里的话没有那个小腿那头鸡肉 去年动手术的话是经过那个椅器检测了 小腿的是已经瘫痪了的 就是我平时的话就是会经常的去摔脚 他就是小腿的话就瘫痪了 没有力 一下子 有时候摔脚的话是一下子就软下去 这样的摔下去 那个脚一散就摔下去了 那些想到我的命运 想到那些的话 真的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 但是这个也确实无法改变的事实 只要还活着 就要必须坚强的活下去 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就注定的希望 我觉得我真的是够倒霉的 现在我的孩子也这样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让我和我妈妈这样都好 偏偏还要让我的孩子也受着很准 我真的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做了